AI聊天機器人ChatGPT 在南韓掀起熱潮 就連南韓總統以習越也親自適用 只是政府官員多加熟悉利用 以習越對ChatGPT的表現贊不絕口 只是將國家政策優先順序 放在科學技術和經濟上 南韓自許為科技大國 各大IT企業受到ChatGPT的激勵 努力開發相關AI技術 南韓SK電信公司計劃這個月 在量身訂做的AI服務中加入 社會버전은 매개 변수가 100조개 各家業者追不上車尾等 ChatGPT用戶數在兩個月內達到1億次 成為史上最快達到這個目標的應用程式 儘管快速增長的用量 對OpenAI形成成重運算成本 也同時提供珍貴的用戶反饋資料 訓練提升ChatGPT的回應品質及速度 OpenAI這個月正式推出 每月20美元的ChatGPT付費訂閱服務 號稱將提供更穩定高效的回應速度 包括Google和南韓Never等科技大廠 上下動員全面備戰 這一股AI新浪潮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